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0日星期四 今次廣估是持續下跌的 恒生接觸開始跌280點 國企接觸106點 科技接觸105點 科技股領跌 阿里巴巴跌5.1%領接觸51點 美團跌3.5%領接觸38點 騰訊跌2.87%領接觸34點 有邦保險跌1.76%領接觸24點 京東跌4.4%領接觸20點 有名收買跌4.5%領接觸13點 百刀跌8.6% 跌幅最大的藍籌 上證綜合指數開始跌15點 市場擔心中國經濟轉弱 投資者拋售中概股 恒生指數跌幅擴大到差不多500點 中資股領跌 美團跌6%領接觸70點 阿里巴巴跌5.7%領接觸69點 騰商跌5.2%領接觸62點 染曠發營起但估計仍然下跌4.5% 汽車股大跌 比亞迪跌5.6% 吉利跌5.6% 蔚來跌9% 小鹏跌5.3% 理想跌5.9% 消費股也下跌 李寧跌7.6% 海底撈跌5.4 安達跌3.6% 澳門博菜股也跌 金沙跌5.88% 銀魚跌2.5% 相反港交所被調高評級 逆市上升少少 恆生指數上就收市跌400點 國企指數跌147點 科技指數跌109點 成家640億元 下午消息前來 中國考慮放寬入境檢疫的限制 人民幣匯率急升 刺激降股 從上午的低位反彈 恆生指數最高 只跌58點 最高升度16453 但高位守不住 又再下跌 恆生指數收市跌231點 國企指數跌85點 科技指數跌75點 成91268億元 港股沒有最低 自有更低